跟内房股比,物管股会相对比较好? 如果从基本营收 甚至在一些财政情况来说 物管股一定会比较好 我经常说,物管股本身是相对的 是一些防守性行业 我经常做个比喻 你卖楼价格有高有低,有周期性 但你家里的管理费从来没有减少 稳定有收入 所以物管股的行业特色就是稳定有现金流的流入 因为收入管理费 甚至可以多做其他增值服务 包括我经常说的 比如终点、清洁、装修、甚至地产代理、便利店 很多增值服务都可以出出来 所以在基本因素来说 物管股一定会比较稳定 当然因为内地物管行业 是一个初步起步的阶段过几年 所以市场现在也会比较高的PE日价 你讲过龙头的 比如说碧果月有60多倍PE 但刚才说的 物管其实是一个特色 就是一个防守性行业 如果拉长来说 不是一个很高速增长 但当然中国市场的特色就是 他们内地现在是一个太流强的情况 而且也是一个起步阶段 不停做一些物业的并购 增加增长动力 所以他会比较高的日价 所以我认为现在经过7月份的跌浪 现在内地物管股的估值 是相对落到稍微合理的水平 比如看回未来一两年的PEG 即市盈率的增长情况 大部分都落到一倍以下 即是你可以理解相对底的情况 所以如果排除政策这种因素 政策这种是我们永远猜不到的 排除政策的因素 其实内地的物管股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了 是值得博的 因为应该有基本因素推翻上来 如果是这样 是否都是选择龙头 即是迫伏 还是你觉得其他会更好 因为刚才说到 内地一线的物管股 其实日价一向比较高 因为它比较大 比如逼贵人来说 是市场最贵的一只 可能在现在的政策 比较担心的情况之下 它未必可以给你一个 很短期的很大回报 可能也会留意一些 一线尾二线头的一些物管股 比如说比较便宜的亚居内生活 亚居内生活 又或者可能是小贸 甚至乎是融创的一些物股 这些都是一线八字相旗下的物股公司 但比较贵人这一只 最大的龙头来说 估值上是相对的 还有空间 所以他们的购买会比较安心些些 但是购买的不二色 但是应该是你会下来的 那技术的不一种 有点混合者 你会做的 不一样的 denn每个人的不一样 那些阻挤的不一样 现在还有一点 你可能会有了 你不是我们有点